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气氛 肖战无故被带节奏,配音圈的陆之航翻车,破口大骂网友是屌丝。 配音圈的陆之航翻车了,破口大骂网友是屌丝,网友觉得好失望,他给陈情令位无限,配音的滤镜都碎了。 24日,陆之航用自己的小号陆之之挂了一位粉丝,并叫他他屌丝,起音竟然是,陆之航搞了个活动,给前50名的粉丝寄礼物,这位私信给他的粉丝,觉得礼物太烂了。 按照粉丝的说法,他们应该是给陆之航打赏才拿到的礼物。 东西收到后,人家怀着激动的心情一打开,结果很失望。 然后陆之航就很生气,挂了这位粉丝。 个人觉得,他格局也太小了,别说这还是自己的粉丝,就是一个黑子也大可不必挂人家。 他是寄了礼物,但别人说的也是真话,作为公众人物,这种行为很不可取啊。 不久后,配音演员陆之航回应引起争议的送礼物问题。 1.没有诱导任何人打赏,只是在完结后送礼给粉丝以示感谢。 2.礼物分几个档,最便宜的也要几百块,海报更是自己亲自去印的,结果被一小号说干脆别送了给气道。 3.评论没有打马是自己的失误,但回复内容依然有效,因为是把对方当朋友送礼,结果对方把自己当TV卖家。 4.称呼第四是亲近的普通市民广播剧的名字的一种说法,平时互动也经常这样互相吐槽。 最后晒出了给粉丝的礼物照片。 4.不过网友还是不买账,纷纷斥责他格局太小,甚至跑到演员肖战的微博下带节奏,对此网友怒斥,放过肖战吧。 4.韬光养晦的肖战 当初马威威采访肖战时,他用狗活来形容自己,他从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 5.肖战曾说,他要变得更好,才能保护更多喜欢他的人。 5.别人夸赞他颜值统一了饭圈的标准,他呼吁大家不要捧杀,强调自己只是普通人。 5.纳英曾问他唱歌与演戏哪个更重。 5.他坦诚,目前演技更重要。 5.不娇柔作作带人以真诚的谦谦君子,何以变成了众矢之地? 5.病态的粉丝文化。 5.当初二二七事件后,肖战的主演参演的电视剧电影和综艺节目的平分一夜暴跌。 5.在看了这些人刷屏之后,肖战突然人人喊打,变成了滚出娱乐圈的存在,就算如今都在如履薄冰。 5.其实肖战事件其实只是病态粉丝文化的冰山一角。 5.如果此次事件没有得到完美的解决,可能将来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像肖战一样的爱斗会遭受到这样的待遇。 5.互联网存在记忆,公众人物应谨言慎行。 5.人们喜欢一样东西,总是希望他能在任何方面都符合自己的想象,都是完美的。 5.必须承认,陆之航作为配音演员绝对是达标的。 5.作为公众人物目前也没什么太离谱的事情。 5.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,现在的互联网越来越不能带着情绪讲话,尤其是公众人物。 5.因为网络在一个人身上,留下的烙印实在是太久太深太重了。 5.就像人们谈到马荣,李小璐就会联想到出轨。 5.谈到郑爽就会联想到代孕,偷税漏税。 5.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5.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5.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